大家都以為岳飛是一個民主英雄 就被他寫的那個滿江洪很感人騙了 事實上根據證實岳飛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岳飛非常的囂張 岳飛曾經因為跟皇帝不爽 他就不幹了 自己回家去了 然後皇帝為了要請他回來 皇帝還特別出去 還不是還出宮 到他家說拜託你回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囂張的人 第二個他還介入皇帝說 你叫這個人做太子不好 應該叫另外一個人 這在古代連大臣這樣做 都是犯大忌的 那岳飛居然幹這種事情 第三件事情 那個時候南宋用他全部的國力 來支持他的這個軍隊 軍隊叫做什麼 叫做岳家軍 不是國家的軍隊 他軍隊沒有國家化 事實上他是國家供養的一個軍閥 然後第四件事情 就當時其實不是為什麼 為了怕把灰青惡帝救回來 所以影響高中的位置 才阻止他的根本沒問題 事實上是岳飛自己非要打仗不可 基本上他是抗命 然後最後說勤快害他 什麼十二道金牌加回來 我請問你一道金牌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 你不是一個很嬌橫 不聽皇帝話的人 一道金牌你就回來 為什麼會十二道金牌 就是要十二道金牌 搞到全天下都知道 使得你有這個壓力 你不得不回來 為什麼國民黨的教材裡面 把岳飛當作英雄 為了黨國的教育 所以這些人物事實上 他們的真面目都不是這樣 都是這個黨國教育的時代 國民黨政府為了宣傳 去誇大這些人 我們應該知道 假如要知道 要知道他的真面目 假如不要知道 一點也不可惜 不知道岳飛沒有關係 你要是不知道林憲堂 你才應該丟臉 這是2021年10月4號 自由時報 大約兩年前 趙少康說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曾經告訴他 女兒不知道岳飛是誰 他說他痛批 兩年前他痛批 教改到現在超過25年 造成歷史的斷練 可是康軒版的編寫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胡川安說 可是他從書架上拿取一本 他參與編寫的國二的歷史課本 一翻開就有寫岳飛 課本你寫了不讀不念 我們也沒辦法 在這裡 經國持續南下 卻遭遇宋將領岳飛等人的阻擋 勢力始終無法越過長江以南 此後 金跟宋簽訂合約 形成長期南北對峙的局勢 這是康軒版 這是課本不是課綱 對 好 兩年前他這麼說 2023年12月9號他又講了一次 對不對 兩年後他又講這個事情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漢林版 漢林版在國二的時候 歷史課本裡面也有提到岳飛 那個內文是這樣 在金的崛起這個段落裡面 載明北宋滅亡以後 宋氏南遷 定督臨安 臨安就是現在的杭州 史稱南宋 南宋飽受金國的威脅 姓賴岳飛等名將 多次打敗金兵才免於亡國 此後 雙方形成長期對峙的局面 在課本中 實作與練習中 也錄出了岳飛著名的詞 叫滿江洪 著名的段落像 怒法衝冠平南處 蕭蕭雨卸 臺望眼仰天長笑 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成語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還附上一張宋朝人 畫的這個筆下的岳飛圖像 庫林 他是台大中文細節的 剛剛我給大家看 翰林版跟康宣版 都有交岳飛 這樣子 那老師其實 老師如果要補充的話 可以交更多 這樣 那可是怎麼可以把 郭台銘的小孩不認識 不知道岳飛 算成民進黨的帳呢 這個我的看法跟大家不太一樣 大家都一直強調說 我們課本有岳飛 不是沒有岳飛 但是我要老實跟大家說 我們的課本不應該有岳飛 因為大家都以為岳飛是一個民主英雄 就被他寫的那個滿江洪很感人騙了 事實上根據證實 岳飛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岳飛非常的囂張 岳飛曾經因為跟皇帝不爽 他就不幹了 自己回家去了 然後皇帝為了要請他回來 皇帝還特別出去 還不是還出宮 到他家說拜託你回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囂張的人 第二個他還介入皇帝說 你叫這個人做太子不好 應該叫另外一個人 這在古代連大臣這樣做 都是犯大忌的 那岳飛居然幹這種事情 第三件事情 那個時候南宋用他全部的國力 來支持他的這個軍隊 軍隊叫做什麼 叫做岳家軍 不是國家的軍隊 他軍隊沒有國家化 事實上他是國家供養的一個軍閥 然後第四件事情 就當時其實不是 我們為了怕把灰青惡帝救回來 所以影響高中的位置 才阻止他的根本沒問題 事實上是岳飛自己非要打仗不可 基本上他是抗命 然後最後說勤快害他 什麼十二道金牌加回來 我請問你一道金牌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 你不是一個很交恨 不聽皇帝話的人 一道金牌你就回來 為什麼會十二道金牌 就是要十二道金牌 搞到全天下都知道 使得你有這個壓力 你不得不回來 是 岳飛的故事 岳飛在歷史上評價並不好 為什麼國民黨的教材裡面 把岳飛當作英雄 為了黨國的教育 所以這些人物事實上 他們的真面目都不是這樣 都是這個黨國教育的時代 國民黨政府為了宣傳去誇大這些人 我們應該知道 假如要知道 要知道他真面目 假如不要知道 一點也不可惜 不知道岳飛沒有關係 你要是不知道林憲堂 你才應該丟臉 那以趙康的資源 他要查一下 現在的這個克剛 有沒有岳飛難道這麼難嗎 這不是查不查的問題 他們現在不管 因為人 人就是會相信自己想要講的話 包括韓國瑜也一樣 韓國瑜也在那邊胡說八道 他說什麼霍區病是冠軍 冠軍是因為他勇冠戰軍 不是的 所以韓國瑜他也是胡說八道 而且霍區病也根本不是一個英勇的將軍 霍區病十七歲就去當兵 是靠著他的舅舅魏卿 因為魏卿他的姐姐魏子夫 是這個漢武帝的老婆 然後艾飛 所以霍區病去打仗 這個打仗的時候非常的囂張 他對他的兵都非常不好 歷史上記載他兵回來的時候 他一次他自己要帶的糧食 十輛馬車去載他 他回來的時候那些車上的肉都臭了 可是那些兵餓得要死 他是這樣的人 外面在打仗 他在裡面 他在營仗裡面在那邊踢足球 踢中國古代的那個足球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霍區病是一個這麼爛的人 他絕對不是一個冠軍 岳飛也是一個這麼爛的人 他也不是冠軍 如果你們不要去中國話的話 你們我覺得最生氣的一點 就是說你今天講說 哪些文章拿掉不拿掉 我們都不要爭論那些事 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是文言文 其他是什麼 其他白話文也是中文 我們並沒有讀英文 並沒有讀西班牙文 我們一樣是讀中文 我們今天用漢字 用華語 我們喜歡華笑文化 我自己一天到晚讀這些唐詩 宋詞 還講解在Parket講給大家聽 這一點都不衝突 但是我們政治上 中國是我們的敵國 這是要弄清楚的 好 這個加卡兄請教你 什麼叫做士大夫 無恥是為國恥 我覺得今天來歷史 士跟大夫是指什麼 士大夫嗎 是士官的那個士 士大夫 老師可以幫我解釋 你不是曉得嗎 做官的讀書人 士就是讀書人 貴族 大夫就是做官的 不是讀書人是貴族 做官的讀書人 做官的讀書人 又是讀書人又做官的 是貴族 那我想問你 今天有一個新聞是這樣 五十三歲的孔凡家 自稱孔子第七十四代傳人 官拜軍文社編輯 採訪組中校副主任 結果他現在叛國 他淪為公帝 客人收多少錢 你知道嗎 收六十十二萬 所以呢 這個司法 建請法院 檢察官建請法院 從重量刑 空主那不是特色人 是 空子是盧吧 盧家 萬事私表 萬事私表 那他的子弟怎麼 跟人家為了六十二萬 叛國呢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世代夫無恥是為國恥嗎 其實他們剛剛講這個世代夫無恥 為之國恥是在諷刺誰 在諷刺民進黨 你們現在這些當政的 就是他們國民黨才能講的 貪污腐敗什麼 也找不出證據 就是抹黑 你們是你們 因為你們民進黨這些做官的人 無恥 就是我們的國恥 我覺得他們是在故意在諷刺 他們就是國民黨說的那一套 是 那我剛剛講說 難道他孔子的後代沒有讀那個嗎 世代夫無恥是為國恥嗎 當然有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會做這些叛國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認為我是孔子後代 那我的老家在哪裡 在山東 我的祖先在那邊 因為這樣子 我願意幫解放軍做事情 完成我的民族的 可惡 那你要幫解放軍做事情 你就去中國 你就去當解放軍啊 你就不要在台灣當兵 而且我覺得 你拿台灣的薪水 而且我覺得你到中國 所以中國一定會好好的利用你 因為你是孔子後代嘛 你在台灣嘛 你如果一談 那個兩岸儒家大合作 對不對 那我們都一起尊尊尊尊孔子 兩岸一家親 那這個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統商工具 那你就去啊 那天攔你嘛 不然退伍嘛 你就走嘛 六十二萬就買去了 對啊 還賣得這麼賤 我說難聽 你賣貴一點 你賣那麼賤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再用那種東西來包裝了 不好意思喔 今天好像是專門來 顛覆各位的想法 那個包括孔子的後代 這都是假的 孔子不姓孔 孔子姓子 孔是他的姓氏 因為古代人是有姓有氏 所以你看文藝裡面都寫紫約紫約 沒有寫孔約孔約 所以現在以自己姓孔 然後號稱是孔子 第幾代孫的 都是騙人的 所以不要相信什麼孔子 這就是趕國教育的那一套 做醫生難道沒有讀過顧顏武的 顏子嗎 他就故意要從什麼姚順與湯文武周公孔 孔夢一路下來 就是我們要傳承這個中華文化 然後我們台灣就是最後一個接棒的嘛 然後你就說你看我們中華民國就是繼承中華的道統嗎 就是這樣的一種思想 這種思想本來就不應該接受嗎 我們應該是以台灣為主 然後說好那中國怎麼樣亞洲怎麼樣 這樣的教育才是正確的教育